来到第二关,选一场二杯赛事 国际米兰主场队拉素 二杯赛事不是二甲 今场球来说,开出过上盘国米让评判 晋级球队比较看好 但今场球我不选择让球玩 也不会这么大决心买国米赢 虽然国米排名比拉素高 而实际上季初这样的对碰都会赢过去3比0 不过今场球我会选入球大小 其实赔率差不多 跟你买上盘,或者你买下盘 不如选入球带 我觉得这些比分,踢出2比1以上 就已经入球带了 为什么我会选入球带呢? 不选国米或什么呢? 事实上来说,如果你是联赛 今场球我会选国米 如果你是二杯来说,我两体 所以我就选择入球带 拉素来说,整天都去到决赛 也挺恐怖的 二杯几次都说,进入决赛 近这几届 所以我都会有点戒心 选择入球带来玩 事实上,两队球来说,近况都可以说 挺好的 虽然说拉素输球 但在输给头一二位 都是输2比1 国际米兰来说,其实就失色点了 上场球,这两场球就好像啞货 但看之前,其实他对着二杯 他都不留手 两队都是这样的情况 一队对着弱女,一阳赢4比1 这队对着二甲球队 也是踢出了6比2大比分 所以这场球来说,我觉得 本身来说,大家都有空间去争 国际米兰其实也是绑手没去分 拉素那些都是三十多分 其实来说,他也是有空间去争欧霸席位 但现在仍然去上早 所以我觉得既然大家有空间去争 谁想争进去晋级四强 我也不知道 不过来说,希望都是大手阶翼 所以这场球来说,我都会倾向选择入球带 1.8倍,作为第二关的选择